在日本一共打出了五胜一负的战绩以后 蜘蛛离开了日本 开始环游全球 格斗迈克尔杰克逊全球巡演 先来到了韩国 这个对手牛啊 杰里米霍恩70-12的战绩 这哥们简直不用训练呀 天天打比赛 他光在1999年就打了23场比赛 1998年打了15场比赛 关键台胜率齐高 他不是刷小怪 打的还都是职业比赛 还降服过切尔松恩 进进出出打了好几次UFC 他在98到99年 两年打出了21连胜 01到03年又打出了15连胜 打蜘蛛之前处于6连胜当中 打完蜘蛛之后又打出了6连胜 他的整个MMA职业生涯 一共是92胜22辅 退役之前又打了三场全球比赛 打了三场连胜 20年以后就退役不打比赛了 这哥们把综合狗斗比赛 当成泰拳比赛打了 真是一位奇迹人呢 脑面也挺大 肯定科尼达非常好 又是一个90多公斤 比蜘蛛重不少 而且他的身高不止1米85 蜘蛛出场 克隆人非常大只 牛头人兄弟 就是上级视频提到过的柔树天王诺盖拉 这意味着蜘蛛终于离开了shootbox 与牛头人兄弟组建了黑屋格斗俱乐部 这一年是2004年 蜘蛛的身边全是Pride冠军 反倒就他自己也没有在Pride打出成绩 他现在的体型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瘦了 29岁的他也带一点体脂了 胸肌和腹肌没有以前那么干了 现在有85公斤了 对手又是上来就爆摔 截至目前为止 蜘蛛6年多的职业生涯 没有一场比赛是不被爆摔的 为什么他总是被爆倒在地呢 除了上期视频讲到过的体重原因 以及蜘蛛在下位的柔树思路 还有一个巨大的原因 就是他打得太激进了 他总是主动上去拼打 就给了对手爆摔迎击的机会 其实整个shootbox所有的选手 至今为止也是这样的打法 所有人都是冲上去一通爆击 已经是快维持30年的老传统了 在2023年他们战队也是这样激进的打法 后期的shootbox 整个柔树实力和缠斗能力都进化了一大截 所以他们也很少担心被爆摔了 而且有很多人都有主动爆摔的能力 但是在蜘蛛那个年代 他们就只注重泰拼打能力 猿人和将军 他们体格子都挺敦实 一米八多一点的小个 都是90多公斤 他们几个没有那么容易被摔倒 但是蜘蛛这一米八八大个 八二多公斤的小马杆 就相当容易被摔倒 所以他本身的身体条件 也不太适合shootbox 他的打法也不太适合pride的擂台 当然这都是外在原因 蜘蛛自己的内在原因也有责任 其实蜘蛛的成绩也没打得这么难看 现在还是13-3的战绩 只是他的职业生涯 没有打出全身的碾压战绩 没有满足人们对他的期待值 离开shootbox和pride擂台以后 蜘蛛彻底进化了适合自己的打法 就像这场比赛 蜘蛛很快就恢复了战力 他正在逐渐完善自己的蜘蛛体系 90多公斤的对手再次爆摔 这次直接把蜘蛛像风筝一样给吹起来了 这下砸得可不轻啊 蜘蛛的首要任务就是增长体重 把自己吃的胖一点 或者去找同体重级别的赛事打比赛 这才是两个破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毕竟技术再怎么提高 体重级别的差距也很难弥补啊 蜘蛛做了一个蜘蛛防守 这个动作在道夫柔树里就叫蜘蛛防守 这次还直接从下位翻转到上位了 跟大牛头人训练的效果真是肉眼可见的提高 柔树进化的更厉害了 但是拿到上位也压不住 他这小身板子毫无体重威胁呀 回到战利又来了个主动挑关 磨蹭了一会儿裁判又给恢复战利了 这韩国裁判的尺度小啊 挺好的 而且韩国比赛第一回合也不是10分钟 没有那么折磨 恢复战利以后蜘蛛还是拼打的相当激进 这就是他总被爆炊的原因 如果他也跟黑龙似的 一直绕着圈跑 那可着劲跑吧 打一场比赛跑个10公里 防炊的成功率能提高80% 不过那也就不是蜘蛛了 这就是蜘蛛与黑龙的区别 第一回合还是蜘蛛拿下 打战利基本没有人能跟他正面对抗 所以这也是他所有对手都选择爆炊的原因 牛头人兄弟左右各站一个 真有气势啊 比原人在旁边还霸气 两兄弟一个重量级 一个轻重量级 两个大汉 还长得一模一样 场边也没什么说的 打战利根本不用任何指导 主要点不两句地面上的起身 这韩国比赛还有拉拉队呢 首回合是5分钟的赛制 蜘蛛第二回合的状态明显好多了 对手又是完全跟不上速度 轻重量级的体重 打战利就完全跟不上次重量级了 体重在地面上的优势 到了战利又成了劣势 被蜘蛛的战利吊打 打击相当立体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技术 防甩也彻底拉满了 蜘蛛的柔术 战利 体能 康吉达 各项能力都点满了 主要问题就是体重太轻 对手的康吉达还是可以的 还剩一分多钟 终于爆炸成功了 在拳房里磨蹭了一会儿 裁判又给分开了 还是韩国的裁判给力啊 这种磨羊工耗时间的 一点也不惯着 以前张维利在韩国打比赛 韩国的裁判也是这样 不惯着任何一方 再次强调这种趴着不叫寝技 这只是在上面趴着而已 绝着屁股 埋着头 蜘蛛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打了对手几十拳 基本没有挨到一拳反击 它的蜘蛛感应在发挥着作用 高效的规避伤害 第三回合蜘蛛谨慎了一些 连续的命中刺拳 没有打出更激进的组合拳 因为就剩这最后一回合了 还是稳点拿下 都是单拳和单发的腿法 这就是黑龙最擅长的风格 蜘蛛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会用了 上了一节战力大师克 在这么近的拳法对拳中 整整三个回合 蜘蛛在战力上大概只吃了一两拳 比赛结束 对手的边角居然是里奇富兰克林 命运的齿轮又在悄悄转动了 这是蜘蛛在黑屋战队的第一场比赛 他已经开始行跪拜大礼了 比赛结果蜘蛛三回合判定生 虽然赢了 但是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 要么把自己吃胖一点 要么就去找一个有体重级别限制的赛事 不然天天这么一小打大 这不是平白无故给自己增加困难等级吗 于是在下一场比赛 他终于进入到了铁龙之中 终于接近了他王朝的开始 不过不是美国的UFC八角龙 格斗迈克杰克逊来到了英国的龙中狂暴 这个龙中狂暴就是嘴炮拿双冠那个赛事 蜘蛛进去直接打了冠军战 为什么不去UFC呢 因为当时的UFC没啥名气 也没有几个大牌明星 还到处蹭pride的热度 他自身还在美国好多州不合法 UFC真正崛起是在2008年 这个后面有机会再聊 蜘蛛在龙中狂暴的冠军战 这个对手可牛啊 李莫雷 他在2002年就KO过T2 后来还打过UFC 他跟蜘蛛这场打完之后 在场外的一次街斗当中被捅了好几刀 收了几十斤 无法训练 退役了 不过以上都不是重点 他真正出名 是因为他策划了英国史上最著名的肯特郡抢奸案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抢奸案 2006年 他当老大 有6个手下 7个人伪装成警察抢银行 一共抢走了9200多万美金 装了满满一车厢 当时还剩2亿多美金 实在是装不下了 开的车太小了 只好装了9200万美金跑了 他逃到了摩洛哥 买了别墅 享受了几个月 被捕以后判了10年 期间他越狱 没有成功 抓回来改判25年了 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 警察一共追回了2300万美金 比赛开始 雷哥想碰拳 碰了个寂寞 这就是这会儿就已经在使用鞠躬不碰拳战术了 总感觉他这个鞠躬一点也不谦逊 还带着点挑衅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总是会让对手并没有感觉到尊重 自己碰拳也没有得到回应 好像被无视了一样 这雷哥真不是一般人 他居然没有去主动爆摔蜘蛛 还上去拼拳呢 结果一个炮拳打空 被蜘蛛一高扫差点带走 没有人能跟蜘蛛打战力 蜘蛛冲上去补拳 还开始主动爆摔了 这跟着大牛头人训练 真是进步太快了 而且现在的赛制 第一回合也不是十分钟 场地也是铁龙了 也终于打同体重级别了 痛快呀 又使出了龙边踩脚战术 来自二十年前的踩脚 有个黑人小龟 乌斯曼在电视机前学会了 其实踩脚 尖撞 踹膝盖 都是蜘蛛最开始用的 后面分别被乌斯曼 嘴炮 骨头 发扬光大了 继续打会战力 再来一个孤颈西装 又来个主动爆摔 这次爆摔把自己干到下位了 对手还要把蜘蛛抱起来 往地上砸 其实这场比赛打得有点生硬 蜘蛛正处于转型的第一期 回复战力以后 又来了一个迎击爆摔 这场比赛 蜘蛛几乎把前面十几场比赛 没有用过的爆摔都用出来了 连续主动爆摔的蜘蛛 有没有见过 这回长见识了 第二回合蜘蛛还是单发攻击为主 没有以前打得那么激进 一拼拳 蜘蛛又去主动爆摔了 又把自己整到下位了 这爆摔还是不熟练 不过他的下位柔术所计 威胁还是非常大 又恢复战力了 正在偷偷的累积低扫 又来了一个飞天扫腿 给自己摔了个大马爬 能看出转型骑的他 实在是太生硬了 把自己以前的战力技术 都给限制住了 转型骑的他 还偏偏遇上了 不想打地面的雷格 蜘蛛又开始踹膝盖了 连续的踹膝盖 来自2004年的踹膝盖 此时电视机前 一个黑人小五也学会了 其实蜘蛛打战力 优势特别大 但他还是主动冲进去做缠暴 这是暴摔的隐犯了 好好弥补一下 过去七八年 没有做主动暴摔的损失 其实还是在以赛带练 在比赛中 强化自己的主动暴摔能力 这一暴摔上瘾 又被反摔了 第三回合 蜘蛛还是以腿法为主 没有开启狂暴的圈法进攻 这套拳腿打得是真漂亮 相当协调的美感 可惜没有造成太实质的伤害 雷格有点不敢打了 可能也是腿疼 被打得有点怕 蜘蛛一个前踢加前直 把雷格打蒙了 不过还没能终结 持续的腿法累积伤害 打得太稳了 有点不像蜘蛛了 没办法 都是被逼的 被射位磨平了棱角 对手被踢得有点站不住了 蜘蛛反而给他留一些空间 真善良啊 在最后几秒钟 又拿到了一个成功暴摔 又过了一下瘾 比赛结束 稳稳拿下 但是打得有点平平无奇 主要原因是蜘蛛处于转型的过渡期 这个是谁 比赛老板吗 真年轻啊 既富有又慷慨 蜘蛛拿到了龙龙狂暴的冠军 雷格与蜘蛛这场比赛 就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 他打完这场比赛以后 在街道中被人捅了几刀 无法继续职业生涯 成立了自己的气人帮派